关注黑生健康不挂科 大家好我是黑生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一些东西看起来虽然很平常 但是它们的价值却无法估量 那今天我就为大家揭示一种草药的一个神奇力量 可以说是现代人们健康的守护生 这种草药与众不同 不仅仅功效显著 而且价格清明 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那么这一个草药 这个中药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黄旗 也叫做北旗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黄旗它的一个神奇之处 然后探索一下 它为何在我们中药里面 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同时也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为什么有一部分人 他明明就是气虚 但是一吃黄旗 补气就马上上火 这种情况怎么办 接下来何医生也会告诉大家 解决的方法 那黄旗啊 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补气中央 他可以说是补气之长 也就是像长老一样 他的一个能力最强 补气的作用最强 那其实这个补气 很多时候呢 一个人会伴随什么症状 比如说很常见的 一个人非常疲倦 乏力 少气 懒原 动则气喘 等等 动则汗出等等 这些都是气虚的表现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那么吃黄旗 补气就非常好 另外一个黄旗 相对于人参啊 西洋参啊 红参啊 等等比起来 它的价格啊 可以说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深受啊 广大老百姓的一个喜爱啊 使用的几率相对来讲 是比较高的 黄旗这一个药啊 它实际上从中医的四气五味上来讲 它是一个胃肝的 净微温的这么一个中药 那么它呢 稍微有一点点温 同时呢 它这个温呢 相对来讲比这个干姜啊 生姜啊 腹脂啊 等等 这些药物比起来 它这个温性又是比较温和的 它不是说那种那么燥热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它这个药啊 它是龟脾胃肺筋的 它可以说是能够健脾胃啊 补气 同时呢 还可以补肺气 所以如果是一个人肺气虚的 这种动则气喘的 长期咳嗽的 慢性咳嗽的 它除了这种气虚的 那么黄脂也是可以的 那除了这个补气 黄脂还可以 沥水消肿 还可以补气 顾表 对于这种多汗的人 可以 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但是呢 有一部分人呢 他明明就是啊 这种少气懒言动作 气虚的 但是一吃黄脂就上火 出现口苦啊 口干啊 咽喉痛啊 牙痛啊 口臭啊 长痘痘啊 等等这些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黄脂应该怎么样喝 才不会上火呢 那么今天 何一生 接下来就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都知道 黄脂它是胃肝 温的 那不管是这种生黄脂 还是治黄脂 它都是肝温的 那这种肝温的药 肯定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它胃肝能够补中啊 能够健脾补气 但是它也会助湿 那么温 它可以温养补气 但是呢 它也会助热 把这个热变得更厉害 所以如果是体内有湿的 有热的 不太适合吃这个黄脂啊 吃了黄脂就非常容易上火 那么现代人很多时候体质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 很多时候又寒又热 我们叫韩日挫杂 又虚又实 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讲是复杂一点 所以呢 如果是大家只是听说 这个黄脂补气很好啊 然后呢 就盲目的自己擅自的去使用 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上火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黄脂 喝了不上火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呢 我们非常重要的 其实中意里面还是讲究这个辩证论治 就是首先第一个 就是黄脂 他是属于气虚的人才合适 只有气虚体质的人才合适吃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你也提到 如果是体内有热的 不适合 体内有湿的 不适合 还有一种叫阴虚火旺的人 不适合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气虚 怎么来去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气虚体质呢 首先第一个根据症状 刚刚也提过 的话都变了一些词语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少气懒言 动则气喘 动则汗出 然后呢 疲倦乏力 等等 面色苍白 呼吸短处 等等 这种 还有就是 比如说有些人还会出现这种头晕呢 有些人还会声音很低微 很小声 这些就是气虚常见的症状 那第二个 从舌下来去判断 如果舌质很淡嫩的 舌不红 舌他也不黄的 那这种也是考虑气虚多一点 那第三个就是绑脉了 如果是脉象摸上去 那自己脉搏基本上都摸不到的 别人都一摸就摸得到的 那如果是自己的很弱的 那大部分也是属于气虚 那么 这些就是通过这些症状舌相 脉象来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气虚体质 只有气虚体质的人才合适吃这个黄气 好那第二种就是不合适的 体内有这种燥热的 比如本身就口干口苦的 经常喉咙痛的 甚至便秘的 整个人也很壮实的 很暴躁的 那这种肯定考虑体内有热 是不合适 是黄气 那么第二种就是说 体内有湿的 那这种也不合适 比如说口干口苦黄胆的 然后大便非常粘腻 那这种经常灭 头发很多油 那舌胎生出来 舌胎很厚 那这种体内有湿的 很多时候也不太适合单独用黄气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阴虚火旺的 比如说会存在五星繁热 烘热感 倒汗的 整个人也很烦躁 这个地方都很烦躁 很热的感觉 这种阴虚火旺的人 也是不合适吃这个黄气的 好那我们假如判断出 自己是气躯体质 也没有刚刚讲的体质热 体质湿热 阴虚火化 也没有这些情况 自己很适合吃这个黄气 但是吃的还会上火 那接下来又怎么办 那么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吃黄气 假如出现了喉咙痛 或者说眼睛会疼痛 或者说本来就眼睛有干涩 这种情况下有口苦 那么这种情况下吃黄气 可以加点菊花 比如说杭菊啊 都是可以的 能够稍微清一些干火 那么第二个 就是有些人吃了之后会口干的 喉咙干的 那这种呢 可以加一点麦冬食谱 如果加了之后感觉还可以 那么可以继续喝 如果是加之后感觉还是不行 还是口干 那么可以加多一点点麦冬 加多一点点食谱 甚至加一点生地啊 玉珠啊都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个小技巧 小方法就是有一些人 一吃黄气水呢 就很容易冒斗 可以试一试加少量的这种金银花 或者蒲公英 当然呢 如果是有些人想补气血的 那么又想补气又想补血的 那其实有一个搭配是很好的 就黄气配上单规 这种他又能补气又能补血 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大胃 好那刚刚就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吃黄气容易上火的 几种解决的小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 因为这个黄气确实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中药材 一个草药 那么这个黄气啊 大家平时可以怎么去用呢 一般来讲 就是可以直接啊 拿这个黄气拿去泡水 那么其实每天呢 可以五克啊 十克啊 直接拿来泡水当场喝 也是可以的 那同时呢 或者说大家如果拿去煮水喝 那么可能这个药效啊 会出来的更加彻底 泡的话 可能泡的时间要长一点 煮会更好一点 煮一大锅 然后拿来当茶饮 这个是更好的一些方法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 这个黄气呢 究竟有什么样的功效啊 什么类型的人啊 体质适合吃黄气 什么类型的体质 不适合吃黄气 吃了黄气容易上火 究竟该怎么办 希望这一个视频 能够大家对这个黄气 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也希望大家把这视频 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那大家都能够学会 这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好用的一个中药 好的 观众陪生 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